指挥官 好久不见了 突然多了几天假期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我打算好好修整一下 当然 如果我正在任务中 可能也没办法这么及时地接听您的来电 如果在任务里 我甚至可能处在信号静默区中 您只能听到无法接通的提示音 那样的话 指挥官会着急吗 开玩笑的 每一次需要和您定期联络的日子 我都好好在日程中标注了 我会提前做好准备的 话说回来 根据之前沟通时形成的决议 这次的定期联络 我们不会谈工作 对吗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 您说的是 其实我们的定期联络 不完全是用来谈工作的 或许从下一次开始试试吧 其实那次之后 我还反省了一下 是不是平时给您的压力太大了 我的身份 所处的位置 都和以前不同了 有时候难免 不过 在值得信任的人面前 偶尔放空自己 暂时放下对效率的执着 只能让我 仅仅为了消磨一段时间 怎么说呢 确实是一种 非常让人怀念的感觉 所以 为了克制自己 跟你讨论工作的想法 要找点事情做了 工作台好像有些乱了 指挥官和我一起整理一下吧 当然 指挥官只要看着我 和我聊聊天就好 抱歉 放假了 队里的气氛 是会比平时活跃些 好吧 别露出这种眼神 他们确实一直这样 已经浪费了一点时间 不 和指挥官通话的时间 不能说是浪费 抱歉 我又开始执着于效率了 嗯 让我们一起 没有效率的 轻松地整理一下 工作台吧 呃 指挥官不会觉得 我再多此一举吧 比如说 有一些 不认为 整理后和整理前 看起来没多大区别 这样的想法 但这些文件 确实没有按照类目 和带处理顺序整理好 您看 带处理的文件 是放在这个区域的 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了 当时随手放在了桌檐 一会儿我会把它归位 嗯 这是我最近在书里的任务执行规范 虽然现在格里分的规模不如以前 但玩上的规则 能够帮助大家提高工作效率 您要不要 抱歉 我又开始谈工作了 嗯 具体的内容 就等我们见面时再讨论吧 嗯 会趁我不注意 把这种小惊喜塞在报告里的 一定是其他 诶 但既然他出现在这里 又被您看到了 那就作为本次定期联络的纪念品 送给指挥官吧 谢谢 谢谢